因为我是本身大学是读的市场营销的专业 所以想要考虑回就是市场营销方面的岗位 我自己本科是学会计学专业的 然后我的研究生是在青海链金融学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未来希望可以从事金融相关的一些行业 我主要想去的还是互联网的战略方面 或者说是银行的金融市场部 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 是参加澳门大学生就业与实习招聘会的求职者 4月17号澳门大学生就业与实习招聘会 吸引来自北京22所高校的近400名澳门大学生 现场参与应聘 众多学生表示更希望留在内地发展 目前还是想要留在内地 然后看看就是有更多的体验等等 然后之后可能再考虑回到澳门 或者回到大湾区那边工作这样 我觉得在互联网这方面呢 就是内地机会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考虑到这个行业发展吧 我会选择在内地 我有想过想要就留在北京 或者是内地其他城市去发展 对因为现在就是也有越港的大湾区嘛 不一定那么快回到澳门 所以我可能还更偏向于在内地就业 对于选择工作中侧重的方面 学生们表示更重视工作中个人的发展空间 我更重视发展空间 因为薪资它是短期的 有些很多职业它的曲线是非常陡峭的 你可能前期获得不到非常高的薪资 但是你在后期的话 它的薪资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在先阶段吧 可能我比较看重就是发展空间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拼搏时代 所以我觉得工资虽然是重要 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先把它放在 比较次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看就是 对于我个人的一个整体的发展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会长助理梁俊杰 和清华大学澳门籍博士陈聪航 在现场分享了就业实习的心得体会 他们表示从学生身份转型到职场人 需要心态上做好准备 了解自身优势 用更成熟全面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你如果知道自己的定位 你能够在这个社会上 你在这个岗位上你能发挥出怎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可能澳门的学生 他们在这种国际视野或者语言上 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你可以去找一些需要国际视野的 需要一些比如说英语也好 或者葡萄牙语的这种岗位 学生要了解企业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我们到社会工作 我们不是来学习 我们是为企业去贡献价值 我们还是要学生希望可以了解到 我应该为企业贡献怎么样的价值 我的经验怎么样去匹配企业的需求是怎么样的 在处事上要更加成熟一点 就是在社会上整体的容错的空间会更小一点 就是学生们在面对意境的时候 更加要有自己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 独自完成工作的这样的能力在这里